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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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莲花丽宏 问的 师尊吉祥 2015年6月27日 白莲花王法徽 师尊在回向时曾念诵 Om Mahabranthi Sato Sambhara Benma Saha Om Guru Lensenshiti Om 此咒前半部包含了 大随求菩萨的心中 是否代表大随求菩萨 是白莲花王的本地 此咒有什么功德 请师尊开师 Om Mahabranthi Sado Sambhara Benma Saha Om Guru Lensenshiti Om 没错 没错 这是Om Mahabranthi Sado Sambhara Benma Saha 前面是代表着白莲花王 白莲花王 我告诉你 白莲花王 也就是莲花通子 为什么要练香巴拉 因为那时候他是第二代种王 第一代种王 是文族师利菩萨 是文族师利菩萨 香巴拉的国王 文族师利菩萨是第一代种王 第二代种王就是白莲花王 白莲花王 白莲花王是莲花童子 Om Guru Lensenshiti Om 就是莲花童子的座 Benma就是莲花 Benma就是莲花 香巴拉是 香巴拉国的莲花王的意思 Benma也是 Om Mahabhati Sado 就是说随求菩萨 就是大随求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 另一个称呼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本地 也就是阿弥陀佛 大随求菩萨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系统 言则上讲起来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大随求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大随求菩萨 再来白莲花王莲花童子 这个咒语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连下来 都是明咒 那么你问的 他是不是代表大随求菩萨是白莲花王的本地 其实他也是阿弥陀佛的本地 所以莲花童子都是阿弥陀佛所化 那么观世音菩萨跟大世智菩萨 都是跟随着阿弥陀佛的 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是跟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本地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直接就这样子讲 白莲花王也就是他的本地 也就是阿弥陀佛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阿弥陀佛大随求菩萨 白莲花王莲花童子 这个咒语包含了全部 因为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 当然这个咒有什么功德 这个咒就包含了阿弥陀佛 大随求菩萨白莲花王莲花童子 那功德大不大当然是大